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便退给了老杨 之后杨某将这块铜片以40元的价格 卖给了隔壁村里一位古董收藏爱好者黎某 然而没过多久时间 刚从省文物局调来的一位资深文物专家 无意中发现了当初杨某上交的这块铜片的档案记录后 看到铜片的照片后 便立马给深深吸引了 于是赶紧找到杨某 最终杨某带着文物专家找到了黎某 并从黎某手中成功地摇回了那块铜片 原来这块铜片并不是一块普通的铜片 它是秦国时期的一件虎符 虎符是古代皇帝调兵前将用的兵符 用青铜或者黄金做成的虎符形状的令牌 拼成为两半 其中一半交给将帅 一米半由皇帝保存 只有两个虎符同时合并使用 持符者即获得调兵前将权 而老杨发现的这块虎符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精美名文最多 最有历史研究价值的虎符 对于研究秦朝历史有着非常高的价值 现如今柔人将这一件一级国报 估出了上亿的天价 在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